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出最想看到被改造的房子吗 最后三号屋主为大家选中 成为我们免费上门改造的幸运儿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始和屋主沟通设计 那为什么现在才播给你们看呢 因为房子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 重新做了印装 那今天是安装定制柜的日子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 下了一场超级大的雨 现在刚好雨过天晴 整个房间超光亮的 那你来看一下 想要在这个34屏超小的空间里 实现厨房 餐厅 客厅 卧室 直装台的工作区 洗手间 多个区域 可谓是超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本次改造的重点呢 就是重新规划格局 我们也在网上找了一些 同个楼盘 同户型 普通人装修对格局的规划 大部分都是区域功能不完整 或布局混乱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看看 如何最大程度的油画小空间吧 原本的洗手间非常小 而且淋浴和马桶在一起 没有干湿分离 所以将生活阳台的区域纳入 与原本的洗手间一起 打造了一个三分离的洗手间 是的 你没听错 我们真的在34平方的房子里 实现了洗手间三分离 将原本的洗手台和马桶分开 扬台变成淋浴间 为了节省空间 所有的门都换成了推拉门 洗烘液体机放在台盆下方 手洗 机洗 烘干 一系列工作动线十分方便 墙面增加了储物功能进柜 解决台面想不好放东西的问题 镜子就隐藏在柜中 为了解决晾衣服的问题 在淋浴区外侧 加了一段晾衣服的区域 厨房拆除了原本破旧不堪的橱柜 重新进行选材安装 在格局上把原本的墙缩短 跟外面的床的部分平起 为了更好地利用玄关 这个占地面积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间 我们定制了顶天立地的橱柜 并做成了L型的结构 即收纳鞋脱 挂出面衣物 玄关牌液和换鞋等功能 于一身 安装原物 带黄铜的挂钩 可以方便随手挂衣服 黄铜提升精致感 柔和的粉色和绿色 搭配出一丝活泼的气质 我这次最满意的就是对这个空间的安排 原本床还有衣柜是放在进门处 沙发放在了靠窗的位置 整个空间布局非常的不合理 空间非常的小 但是我们又想在这里去实现完整的客厅和卧室的功能 所以就使用了充满日式情调的麻布升降帘 来做了一个软格段 用这个软格段做了一个洞进分区 一边是玄关客厅的洞区 一边是给屋主休息学习用的卧室进区 没有使用普通拉链的原因 是因为升降帘可以安装在天花板上 这样不用的时候可以全部拉上去 不影响地面的活动空间 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空间的使用率 在进门右手边这面墙 我们做了一整面的顶天利利收纳柜 收纳功能超强大 这次客厅趋日的定制柜 主要是以白色和橡木色为主 可以让小空间显得更大 也没有增添把手 都用了按压的方式 让空间尽量的简洁 为了避免过于压抑 在中间留了两格开放式的格子 作为装饰品展示 这次整个空间的软装风格 是带有一点北欧气息的日式风格 我们在沙发背景墙 选择带有黄色调的暖桃色 其他墙面则是大面积的留白 通过自然元素的装饰品来做点缀 因为Elisa想要保留她原有的旧沙发 但是这个沙发跟我们整体的风格 非常的不大 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日式水纹的沙发巾 来帮她做一个大变身 那绿色植物呢 可以增添空间中的一个温馨度 所以我这次就挑了一个有日式产艺的植物 它的名字呢叫做大叶散 它经常会应用在日式的居家困境中 造型非常的别致 搭配粗陶的装饰品 还有文字类的装饰化 满满的和风气息 油然而生 那这次在客厅的装饰品和生活用品上呢 我选择了都是比较偏自然元素的材质 比如说像这样木制的垃圾桶 横边的收纳栏 还有圆角细腿的圆木色茶几 和很日式的铺团 卧室这一区原本有一个挑高的台阶 将台阶打掉一部分与衡量平齐 然后利用定制家具量身定座的特点 增加了一组及床头柜 书桌 化妆桌于一体的多功能长桌 衣柜选用了白色和胡桃木色 做了整天立地的款式 最大程度的利用存储空间 因为紧邻床 所以做成了平开门 不影响使用 我个人特别推荐小户型 使用这种带有储物功能的高箱床 像过激的衣服 还有被子都可以放在床底下 这次挑的高箱床 在床头板配有小夜灯 和插线板的功能 非常的方便 因为卧室区原本的家具 都是木色和白色为主 所以在床顶的选择上 我就没有继续沿用纯色 而是选择了像这样非常清新 具有少女感的 日本菊叶花纹的四件套 窗帘选用了棉麻材质 沙帘也是水洗的麻制沙帘 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要参考这个设计呢 记得要在定制长桌前 留好放窗帘的厚度哦 将厨房的墙壁缩短后 在厨房外侧做了一组定制柜 打造一个餐厅的空间 餐桌可以伸缩 十分节省空间 拉出来的桌子有将近1.6米 足够4到5个人做 而且边上还带有收纳的柜子 存放餐具还有杂物 非常的方便 打工告成 你准备好了没有 打工员 i know you 经常有人问 C姐你们能做整装设计吗 答案是可以的 从这一期开始 我们新增了一档 加装设计类栏目 为有加装需求的 粉丝们提供相关的内容 本期点赞超2万 下一期跟你们分享 出租洗手间大改造哦 即使是窝聚在大城市的某一个角落 只要用心打造 用心生活 就是一种幸福 五星安处 是我家